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我的頻道 實在是好久不見了 這次我要開箱的 又是Nespresso的限量產品 在他們的官網上面 有一組 那個限量 他們跟法國 馬卡龍 大師叫Pierre Hermes 合作的一組產品 那只有聖誕節 才有的限量產品 我們就來開箱給大家看喔 首先是他們限量的 這個咖啡 濃縮咖啡 你可以看到他們Nespresso的 Logo還有這個 Pierre Hermes的這個Logo 他在這邊也有名稱 我們打開看看 他的包裝 是長什麼樣子 喔 OK 有種下雪的樣子 我們等一下就來試喝 給大家看看 然後還有 這次還有訂購的是 他們Nespresso跟 Kierre Hermes 一起合作的這個巧克力 他們這個是從 我看一下 是從瑞士做的 我們馬上開箱 我們來試吃看看 我們來試吃看看 他們這個 Pierre Hermes 廚方 配方出來的 這個巧克力的味道如何 我吃過他們家 在巴黎的 這個馬卡龍 感覺很好吃 卻沒有很甜 上次在紐約的時候 又有吃過一次 好像最近大家都往日本跑 他們在大阪好像也有 Pierre Hermes的那個馬卡龍 喔你看 不錯捏 裡面有幾顆 4 8 10 26 20顆 我們 迫不及待我馬上先開 開箱一顆 欸下面還有欸 他是兩層欸 哇所以他有40顆 OK 我覺得呢 好咖啡就是要配好吃的巧克力 趕快馬上開 開一個巧克力來給大家看看 喔 OK 他這個就是一個N N Nespresso的Logo 有榛果的味道 而且 不會很甜 喔他是黑巧克力啦 他是黑巧克力 所以他沒有很甜 嗯 有榛果的味道 而且有那個 香草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配 配咖啡 馬上來試試看 好 OK 在咖啡在泡的同時 我們再來開箱 全部都打開了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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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喔有了有了 嗯 這是那個Nespresso跟Pierre Hermet一起聯名的這一款餅乾 它是Rasberry and Cinema 哇塞 超香 超香的 嗯 哇 那個巧克力真的超好吃的 你們如果在廣網上面還有看到的話 馬上去叮一盒來吃吃看 哇 我覺得這個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解決掉了 超好 哇 這個咖啡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 看得到它的那個顏色 很濃 嗯 喔 超好喝的啦 嗯 嗯 很香 它感覺很濃 可是它其實沒有很濃欸 它 它感覺是 呃 中培的咖啡 Medium Roast 哇 我覺得這個不只配巧克力 如果有他們家的那個 馬卡龍的話 也是非常好的絕配喔 嗯 好喝好喝 那現在來開箱他們 呃 這次聯名的這一款 呃 呃我剛好像有說到它的這個餅乾是Raspberry & Cinnamon 所以 呃 它的這個水果的味道應該 蠻重的 哇 蠻多顆的欸裡面 OK 好 馬上來試 試吃給大家看看 嗯 嗯 它那個Raspberry的味道好重喔 嗯 它裡面有一顆一顆的欸 那個水果都在裡面 哇 超好吃的啊 然後上面是那個 Cinnamon的那個 那個點綴在上面 這個我覺得也很適合 配他們家聯名的咖啡耶 這個我覺得也很適合 配他們家聯名的咖啡耶 哇超棒的 OK 我們剛剛試試還有看到另外一款 嗯 對 這是另外一款 Nispersal 也是聖誕節推出的限量的這個餅乾 它叫Orange Biscuit 所以它應該是有柳橙味道的這個餅乾 我們來試吃給大家看看 我們來試吃給大家看看 嗚喔 哇好多喔 來 再來一口 咖啡 Desperso跟Pierre Hermes的咖啡 Desperso跟Pierre Hermes的咖啡 來試吃這個 Desperso限量的這個 柳橙口味的這個餅乾 哇 哇 那個酸味馬上就出來了 嗯 嗯 它這個呢 跟剛才這個Pierre Hermes的這個味道完全不一樣 剛才那個呢 是硬硬的 然後裡面有一顆一顆的水果 這個是暖的 可是它的那個橘子的那個味道超濃的 很酸 然後 哇 我覺得這個也很適合咖啡耶 它好像還有附贈 喔 這是回收的袋子啦 它好像還有附贈那個 呃 試喝的 試喝的咖啡 這次附贈的試喝的咖啡 這一款是那個Original的 然後這一款是那個Virtual 是那個 嗯 給另外一台機器的 比較大台的 看一下 喔 兩球耶 不錯 這什麼口味的啊 Bianco Dopio Dopio OK 喔 OK 它是建議要加牛奶 這兩球 它建議要加牛奶 嗯 呃今天 我沒有帶那一台機器過來了 下次再試喝這兩球給大家看看 然後 喔 這口味是一樣的 但是是給的 我們加這一台機器的 還不錯欸 還不錯欸 它送你四顆那個免費的 讓你喝喝看 嗯 讚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 看得愉快 吃得愉快 也可以享受 這個我們的 美食 呃 還有很好喝的咖啡 祝大家 聖誕快樂 然後有個 非常美滿的 這個 end of year celebration 拜拜 拜拜